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國民黨2024 現在是解套了嗎 為侯友宜 甚至是為郭台銘解套了嗎 因為他們現在定調 就不出選才用提名 總統提名才徵招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看朱立倫的講法是說 黨有責任要幫主要的候選人排除障礙 主要的是誰 他沒有明確的點名說 主要的人就是姓什麼侯 或是姓什麼豬 他自己不曉得 反正現在大家想說 這個看起來 目前這樣子好像局勢 可能可以讓郭家軍 或者是侯家軍都鬆了一口氣 那我們來看看 侯友宜也是講到 這個已經要為人民 盡最大的貢獻 是該做的事 為台灣好義無反顧 那侯家軍這邊也是講說 這樣看起來郭台銘還有機會 因為徵招就不會看民調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大轉變 到只剩下61% 那人家就說可能是三大疑慮 讓原本支持侯友宜的一些人 開始覺得有一點不確定 就是從2019年當時 這個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侯友宜好像感覺比較觀望的態度 再加上四大公投的時候 他不是也講說 這個人民這樣子都累了嗎 這樣搞成像選舉一樣 再加上難投的浮選 選前之夜沒有現身 讓大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一點歲月靜好過了頭 是不是感覺上面好像無所謂 真的沒有想要努力拼戰的這種感受 所以現在看起來 到底是誰的民調 反而是逆勢超車呢 這個盧秀燕連任三個月最新的民調出來 他滿意度高達67% 所以比起侯友宜來得還要高 侯友宜是61% 這個盧秀燕已經到了67% 人家想到說 其實盧秀燕有幾次這個民場面 比方說怒嗆中火的擴建 甚至還去電台電 人家講說盧秀燕真的是有膽 還這樣怒嗆中央說 為什麼欺負台中人 甚至在AIT促場 令英傑見面的時候 還當面直接拒絕了萊豬 當時綠營的人也是 就全面的出征盧秀燕說 沒有禮貌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去跟這個令英傑講這些話呢 但是很多台灣民眾是叫好 就說你真的是願意為台灣人民 講出我們的心聲 講出民進黨不敢跟美國講的話 所以兩人相比之下 人家覺得說盧秀燕跟侯友宜 好像盧秀燕更願意為人民做事 也現在難怪會有一些聲音出來 就是說是不是侯友宜 如果不要選的話 是不是有更適合的人選 人家覺得盧秀燕也很棒 開始有一些藍營支持者 甚至中間選民有這樣的聲音 那盧秀燕也講到說 這個吼吼做事 現在是不是已經操聲 他講說民粹強人落難記 是不是侯友宜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現在出現了這樣的新的變化 以國民黨的支持度來說 國民黨支持者本身的滿意度 對於盧秀燕是高達6成4 侯友宜只有9成1 所以其實盧的聲勢 現在都已經超過了侯友宜 那的確對於國民黨來講 可能是個警訊 再者還有大家要看的是說 如果對於這個國際局勢來說 好像也沒怎麼聽到 這個侯友宜的聲音 當然這幾天有一些媒體 陸續在講說 侯友宜是不是要趕緊補習 比方說兩岸的政策 或是台美關係 現在趕緊在補習當中 可是反倒人家會想到說 盧秀燕還敢跟AIT嗆聲 是不是更願意 在國際的議題上面也願意發聲 為台灣發聲 那我們看2024總統的外交困局 大家勢必都要回答這相關的問題 最新的消息是布林肯提到 解放軍有可能在2027年 將具備有犯台的能力 他說美方會積極檢視 最有效能夠支持台灣的防衛方式 那其實他講說 歷任的國務卿 沒有人簽的對台軍售比我來得多 那簽很多就很厲害嗎 現在還是拿不到 他說現在當務之急 是要解決軍售卡關的問題 另外美國的空海司令 維巴赫他講到 如果台海開戰傷亡的話 恐怕會堪比二戰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不只是兩岸必須要面對 不只是兩岸的問題 甚至還有美中台三方的角力 也都是未來2024 如果要出來競選的人 必須要回答的相關問題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慧文哥 這個盧市長因為他已經 在上個月他已經公開的宣布說 他不參加2024的總統跟副總統 他都這個玩具了 所以最近 當然因為我們TVBS做的民調 是做六都的市長的 這個上任三個月的滿意度 他是六都都做 所以你說這個民調會有高低 沒有錯 是盧市長的民調的數字 是略比侯友宜好 這個是事實 可是盧市長已經說他不選了 他不選他就守在這個中部 守在台中 正守這個中台灣 決戰中台灣 我覺得這對國民黨而言是加分 那盧市長都說不選了 那些很多人說點名要他選 我就不曉得這些人是 你們是真的要幫國民黨 還在害國民黨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看我們T台最新的民調調查 是新北市的朋友 就是你支不支持侯友宜去選總統 他是44比28 然後還有28是沒有表態 沒有意見 所以如果你以新北市民來講的話 是44比28 我覺得這個數字 也要讓其他的對 國民黨的選情比較越來越不同 說你不要去看吳子佳跟 尤雲龍的民調 你現在收看的是 你所信賴的新聞頻道TVBS 我只看TVBS的民調 如果T台的民調針對2024 目前來看3月初的民調 3月3號公布的 目前後裔還是略微領先 這個賴清德 你是在警長什麼啦 不用緊張 選舉是到1月13號 明年1月13號投票 他是比選票不是比民調 那民調會有牆頭草的作用 有人看民調說你崩盤了 你會被牽著鼻子走 觀眾朋友那是考驗你的戰略定例 你身頭有抓到 你真的支持他嗎 我請問大家 宰宰我的結論 觀眾朋友我不相信你 你忘了啦 我才不相信啦 才最近的事情 你有沒有排隊買口罩 你有沒有排隊打疫苗 你有沒有排隊買快篩 你有沒有排隊買雞蛋 如果你都沒有排 請你投戴清德 我說這樣天功地道 你都沒有排到隊 說我就是天功這樣 我都沒有排到隊 那你去投戴清德 我絕對支持你 如果你有排到隊 你有排口罩排疫苗 排快篩排雞蛋 你還投給賴清德 你告訴我什麼道理 你是在中高喔 愛排隊 你怎麼那麼愛排隊呢 你為什麼不換人做開攤呢 怕排不到隊 每年都有隊給你排 你還覺得民進黨做得很好 你跟我說賴清德 民調領先 你叫我怎麼聽下去 你都沒有排到的 我不相信 只要你是台灣人 你一定有排到隊 那你怎麼還這麼死忠支持 民進黨不是你爸爸 民進黨做得不好 我跟你講 你再投給民進黨 你害了民進黨 我做這麼爛還連任 我做這麼爛還能夠 政黨還繼續做 沒有道理 我不是說國民黨有多好 國民黨也很爛 國民黨是幾個政治人物 我支持的 像侯友宜 像徐曉星 這種我是支持 就整個國民黨 還是胡昆奇 李全家 你叫我怎麼回下去 所以你要看大局 民進黨也有好人 也有壞人 民進黨好人比較少 我覺得你總的來看 你這四年吃的苦還不夠多嗎 請大家想一想 想好的再去投票 好 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就比較焦慮的 就是覺得說 賴清德都已經 民進黨都已經提名他 國民黨還沒有 但是其實徵召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黨中央替侯友宜 排除所有的困難 徵召是沒有郭台銘的 郭台銘不是黨員 徵召只能徵召黨員 那徵召了 你不一定很想去 王宏威被徵召了 就化解他的阻力 不是他表示說我要選喔 是我要選的 不是 是黨要求你去的 這個就叫徵召啊 那侯友宜的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各位朋友其實不用擔心 就是 黨現在替侯友宜開一條路 那所有這些東西下來就是 大家要一起承擔 這一起承擔 就是一起承擔這場選戰 包括侯友宜 大家覺得他比較肉了 譬如說兩岸國際又怎麼樣 可是國民黨是一個團隊 國民黨的國際兩岸是非常強的 那民進黨那些是 除了只會花錢 他其實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那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國家叫洪都拉斯說 我要多少錢 民進黨怕國人知道 所以現在 錢花不下去了 這個國家準備要斷交 就是這樣而已 那你看到賴清德 賴清德是最假先的 賴清德當到行政院長 賴清德的老家是 新北市的萬里 萬里是一個海邊 大家日子過得很辛苦 不要去補儀 賴清德對他這塊故鄉 沒有什麼貢獻 真正對萬里最有貢獻的 這30年來是朱立倫 萬里是一個海邊很窮 朱立倫創了一種 一種名詞叫做萬里蟹 現在只要螃蟹的生產劑 每個人都跑去萬里吃蟹 那個漁民好高興 老百姓都很高興 很多東西都賣了 土產什麼都賣出來了 但是沒有一種蟹叫萬里蟹 它是三種蟹 把它合併 就是我們 萬里的老百姓去澎湖 沿海那邊去捕魚 然後拿回來這邊賣 那你作為當過行政院長的賴清德 對你故鄉這塊土地做過什麼 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大家的焦慮 我相信朱立倫現在感受到了 尤其他找了賴 那個傅昆吉他們來操盤 被大家罵成這樣 那今天其實在台灣選舉 有時候剛剛飛文手講 這種民調你不用太在意 吳子嘉四年前講 柯文哲百分之百漏選 依據他的民調 就柯文哲當選了 丁守中 腰文之漏選了 所以 各位不要去相信很多東西 因為民調的起伏 或者他有一個那時候的背景 那現在對國民黨比較藍的背景就是 因為他做民調的時候 剛好有個顯車會被大家罵 李全教 呼昆吉什麼 你當然就影響到了吧 那其實他裡面都會有一些小的因素 會暫時影響到 但是等侯友宜被徵召了以後 然後堂堂吸水出全村 那個氣勢就來了 好 我們剛剛製作人小小補充一下 就是說有人分析盧秀燕 對於總統一局 雖然說為起心動念不在規劃內 但是沒有自己宣布過不參選 所以難道還有機會勸進他嗎 我們來問曉旭 好 不知道 但是總之呢 如果說今天不管侯友宜還是誰 要被徵召出來 我們從大方向來講 你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我覺得不是表態的問題 大家現在好像變成說 我以為要表態 誰要表態 我覺得不是表態的問題 是你對於國家的大政 有沒有你的看法跟理解 你一旦有了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就是你 那你當然就水到渠成的時候出現了 我把它分成兩個組跟四個題目 分別是國際關係 其實就是對美關係 然後兩岸關係 然後經濟議題 產業議題跟能源議題 就是四件事 四件事把它搞清楚跟講清楚 那就是你一個做總統的格局了嘛 那兩岸關係跟這個對美關係很清楚的 你對於一個中國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不管你以後要去美國 還是你要去大陸訪問 美國人會問你啊 大陸人也會問你啊 他們都要知道答案啊 兩岸和平是我們國民黨的方針 但是你要怎麼做 能夠達到兩岸和平 你要說服美國 說服中國大陸 還要更重要 說服台灣人民 所以這是第一組 第二組是產業 那產業的話 如果是侯友宜出現 一定要注意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能源政策 因為新北市它這邊有核電廠 所以它過去可能都對很多議題不敢表態 可問題是台灣真的要煤電啦 大潭8號機組 如果今年夏天沒有順利下這個發電 百分之百煤電的 所有機組要發到100%以上 不能有任何一個維修 這個太陽能還要發15%以上 很難啊 所以我們沒有能源 那我們何來談產業 又怎麼談經濟 這四個議題 你把它搞清楚了 把它講清楚了 大家自然覺得 你就是最適合當總統的人 所以不是說我要選總統 我不選總統 是你對於國家國民所在乎的事情 你理解程度到多少 你講出這個論述來 自然很多人就會跟著你一起走 這時候你就不用擔心說 有沒有人要挺你 是黨要徵召誰 因為在你旁邊替你撐腰 替你畫瞎的人 會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說 不管今天是侯友宜還是盧秀燕 還是誰誰誰的 這個都不重要 重點是我們要把我們國家的未來 2024年要帶到什麼樣的地方